七哥在布置新桌梁的时候 把造了新金融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窥谈到一些 包括当初的GTV后面的投资者 包括已经囊括了世界的 这前100名的家族啊 全部都有投资 而他们占的股份是49% 战友和战友们占的股份是51% 整个玩一圈下来说的 七哥经常说啊 我什么都不行 我只能灭供 但是你看这灭供这么难的事情 七哥都可以 那你说金融系统还没有信心吗 对不对 这个钱每笔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有据可查的 当然我们中途会被一些小毛贼 一些小妖精给垫上 对不对 会来恶心下我们 但是你说你在消灭中共 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你遇到一些小妖小怪是正常的 是我们可接受的范围 所以在这个金融系统上 这个数字货币 金中联邦七哥创造的金融系统 怎么可能缺席的 而且七哥已经把这大概的一些架构 透露给到大家 金中联邦的金融系统 将会有两套系统 两套系统是互相循环的 这个叫阴阳币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Peter 是不是七哥设计了一个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货币 再加上一个数值货币 来相互的那辅助可以流通的